炎热的夏天吃饺子,谁说一定要吃肉馅儿的 就是这不加一滴水的黄瓜馅饺子 只要你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小孩吃了不该又长个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千三连求关注 五根黄瓜洗净擦丝 撒上一小勺的食用盐 搅拌均匀,杀出水分 放在纱布中,挤出多余的汁水 黄瓜丝抖散,放在盘中备用 我们就用这翠绿的黄瓜汁水来和饺子面 盆中加入500克的饺子粉 取300毫升的黄瓜汁,搅拌成面絮 下手揉成一个手光盆光面光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松弛上20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做馅料 小碗中打入4颗新鲜的母鸡蛋 锅中油热,开小火放入鸡蛋 炒成鲜嫩的鸡蛋碎晾凉备用 圈个好物卖饭时炒锅 放入虾皮,小葱花 开小火,把虾皮炒香 关火之后,倒入炒好的鸡蛋碎 黄瓜丝 然后加入一勺香油提香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白胡椒粉 一大勺蚝油提鲜 然后把调味料搅拌均匀 我们开始擀饺子皮 饺子的包法各自随意 水开之后把饺子倒进来 轻轻的推动防止粘锅 煮至饺子都飘起来 然后减下两次凉水 这款非常好吃的素饺子就做好了 装入盘桌美味鸡成 夏天宁愿不吃肉 也要吃这个黄瓜馅的饺子 8岁的小朋友一口气吃掉20个 经济有时会5块钱搞定全家人的午餐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